这个老头只是随手甩出几张白纸 白纸就如同飞刀般射出 狠狠扎入坚硬的石头 而后又拿起毛笔 沾满鲜红的颜料 一甩手 颜料就如同子弹般射去 看见小伙被打伤 老头当即仰天大笑 原来他叫神功 本是清廷的御前大将军 前半生一直为了皇帝征战沙场 而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满头白发时 他深感人生苦短 应当及时醒了 便抛弃了功名利路 自寝降职 来到偏远的红莲寺 在这里没有人在他之上 他可以为所欲为 皇帝关不了我 在这里我的地位并深还要高 在他的暴政之下 这里失衡遍延满地窟窿 即使关押的 大多都是身怀武功的少林弟子 也在他的奴役下日渐消沉 所有的女子都成了他的后宫 在他玩腻后 都被做成了蜡像 所有的男子都日夜不停地劳作 少有怠慢就会迎来毒打 渐渐地都被磨灭了骨气 成了他手下的奴隶 但很快 他毫无人性地霸权 将会被这个年轻人推翻 他本是男少林弟子方世语 由于男少林仕途反轻负命 所有弟子都成了犯人 只有他和师叔逃了出来 一路逃到了荒漠 为了躲避身后的清兵 他们躲到一处破屋 却在这里碰见了 刚从良的美女豆豆 豆豆听说了他们的处境后 不愿惹祸上身 转头就走 谁知竟看到了追杀来的清兵 仅存的良心让他跑了回去 和两人一起躲到了玉米街杆中 近来探查的清兵 也不敢继续逗留 他们成功逃过了一劫 不料夜里下起大雪 他们为取暖身起了火 第二天 却被去而复返的清兵 围了个水泄不通 师叔想要翻墙逃跑 竟被大炮当场炸死 方世语独自面对上千的清兵 当然是毫无胜算 但他本可以靠着武功逃跑 谁知豆豆却不知什么时候 被清军将领血低子抓了去 身为少林弟子的方世语 确实放不下一个无辜的弱女子 便真信了血低子投降 就放人的鬼话 其料他刚丢下刀 就被血低子打伤 并将他们两人都抓了回去 方世语和其他少林弟子 一样成了奴隶 而豆豆因为姿色不错 被献给了神功 老头喜怒无常 就爱以杀人为乐 只因侍女看见了他的丑态 便当场取了他手机 监狱里所有人都是他的奴隶 刚被关押来的少林弟子 也被禁止练功 禁止念经 你们已经不是少林弟子 是我们精精的劳犯 但总有新来的犯人 出生牛犊不怕 看他嚣张的神态 便主动挑衅要教训他 老头欣赏他的勇气 就将他放了出来 让他和自己的养女对打 只要赢了 就可以放他走 不料这养女武功高强 伸手诡异 竟将他打飞了出去 他本想重振旗鼓 再次迎敌 谁知地面突然出现无数利剑 直接将他的脚掌穿透 看你们还有谁敢自认少林弟子 我们都是少林弟子 怎么样 老头并不意外他们的反抗 你能够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的话 你想做什么弟子都可以 方世玉立即应战 冲上前便想营救师兄 奇料这老头竟还放暗器 利剑直接穿过了师兄的胸膛 方世玉还在奋力营救 不料老头又启动机关 直接将木桥一分为二 两人被悬于半空 可不管方世玉如何努力 也无法阻止师兄掉入火炕 最终师兄被活活烧死 方世玉愤怒至极 他要让老头给师兄陪葬 面对挡在前面的养女 他毫不留情 没过几个回合 便将他踹下断桥 转身就要杀向老头 奇料他还没冲上前 却被一双手拦住 那人武功高强 使得竟是少林绝血鬼虎神功 将方世玉抓得鲜血淋漓 谁知他定睛一看 不料正是少林首席大弟子红西关 方世玉面对大师兄的背叛 已经无法维持理智 当场便要清理门户 面对曾经的同门 两人出手都毫不留情 纷纷用出了绝招 但同样置根置底的他们 几时招下去 却怎么都分不出个胜负 方世玉不愿再纠缠 他主要的目标还是老头 趁机拔下墙上的利剑 奋力射向老头 奇料却真射中了他 当大家都以为成功了的时候 谁知老头却又防缓地抬起了头 原来这都是老头在演他们 那柄剑上一丝血迹都没有 他将剑随手一丢 铁剑便直接穿过柱子 射中了方世玉的大腿 刚刚挑衅过神功的方世玉 被无情地丢到了尸井中 这里遍布腐烂的尸体 刚清醒的方世玉 被眼前的场景吓得连连后退 谁知这时却突然被一双手搭在肩上 原来是师父 他被丢下来好几个月 如今还活着 全靠这里肥美的老鼠 方世玉昏迷在了尸井里 但却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他 就是一同被抓进来的美女豆豆 豆豆凭借美貌 成功地赢得了神功的欢心 并将他带到方世玉面前 被放出来的方世玉 和其他少林弟子一样 都成了打铁的奴隶 但即使如此 在看到有师兄被打后 还是忍不住出了手 他这一举却是挑衅了神功的权威 再次被拉上擂台的方世玉 却没料到他的对手 竟是大师兄 冲西官 我很想再欣赏你的武克双刑 如果你能够打死他的话 这女人就是你的 神功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两人出手没有留招 都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 却打了半天都没奋出个胜负 谁知这时神功却突然开口 冲西官 你这狗是养不熟了 你以为话不递 就可以爆红颜色的吗 方世玉这才明白 大师兄自甘堕落为神功的走狗 竟是为了他们 眼看装不下去了 他们只好硬弓 大师兄直接拆掉了牢房门 将所有少林弟子都放了出来 红莲寺的侍卫被他们打得节节败退 但神功却不慌不忙 直接转身离开 原来这红莲寺已经被改造的遍布机关 木桥突然塌落 不分敌我的将人都摔得死伤惨重 好不容易冲出去 面对的又是从天而降的铁门 一不留神就会掉落的陷阱 更可怕的还有火枪队 其他师兄弟为了躲避 只好钻进了地下的机关 可却自投罗网被困在了里面 只有方氏玉和大师兄还在逃亡 可眼看无路可逃 两人集中生智 一头钻进了尸井中 再次见到了师父 师父告诉他们这里有一条密码 可以通往外面 起料这一局 进到了神功的寝室